我们很多人读过三个演义 原著里面说 刘备讲 自古有人云 人无信不利 这个人处在社会当中 首先我们看到朋友有信 这个是作为一个 长久以来的经典伦常 这个信字 人也可畏 信是人说出来的话 他本身应该是这样 那在过去 君子口头协议 你说出来的话 就一定会负责任 一定能做到 即使出现了后期 一定会变化 这个天不断的在变 那怎么样呢 我尽全力的 尽心全力以赴 出现状况 用别的方法去弥补 这个承诺 了不得 我们说男人要讲承诺 那现在 就你随口 你怎么说 信口开河 你说怎么办呢 现在讲究证据 这些人也有 说以前不也有吗 口说不凭 例子为句 那个是 介于互相之间 都不了解 一种防人之心不可无的 态度 很无奈的 办法 这么做 现在 即使是 最好的亲朋好友 好像 没有这个 也不行 拿到社会上都不认 翻脸了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即使有了这个 真的出了事了 好像你也没有太好的办法 你真要上法庭 要多少年 要多费周折经历 这个期间当了 多少事 而且之间的感情 就不要谈感情 到时候 哪里还有 所以做人 现在社会到这个地步 信用危机 到底怎么办 这个真正落实到 契约 以这个 作为一种常态的制度 法规 是西方引来的 他们 人跟人 就几乎没有感情 没有做人的准得自己 各自 独立为政 所以之间 靠这种 强硬的 僵化的 无情的东西来约束 是不得已 能拿到中国 主要还是人形变了 我们反复在强调类似的 就是这些东西而已 怎么说都没用 全带你自己的良心 良心 支几个钱 你的 话 又支几个钱 你的脸面支钱 做人的根本 本根全都忘了 你活着 被物操控 被钱 被自己的利益 愈合难填 被这些牵引 左右 控制 那你还是个人吗 我讲句不客气的话 尤其 南方人更多 他也在乎